有時候測驗考試都不乏這些類似炒飯題 真的什麼都有的,你看到 那一開始我們怎麼做呢? 第一件事就是把不是分數的化作分數 然後把這個次方繩進去 一開始我們有這些褲湖照抄 分數的,它本身是分數的,又是照抄 除 把這個化作分數 負4分1 加40% 加2over5 然後這個要乘回去 那我們有負負得剩 然後2分5呢,我們會有4分25 分子 分子和分母各自Square 就是了 散發的割戶 隨意 這個又是這樣做 9分25 加 4分9 終於可以生回大谷湖了 減負1的41次方 那之前就已經說過 這個是 基數 就是單數 基數次方的話 那 負1 就會繼續 就是負號會繼續 繼續 那如果是偶數 雙數的話 那就會負負得剩 就沒有了 那這次呢 要繼續 首先 保持住 這個負1 就繼續是負1 然後我們有 加 絕對值 0.5的2次方 首先抄回來 負 0.5 即是2分1的2次方 那見到一個奇怪的地方 就是 這次這個符號 不是在一個括弧裡面的 由於這裏沒有過括弧 那 就不像這樣 如果我們 expand這個2次方的話 是負負得正 這個符號是沒有了的 那但是呢 這次這個不同 就是因為這個 原題簿裡面是沒有過括弧的 那括弧就是僅限於這個2分1而已 所以expand完之後呢 這個符號還是 存在在絕對這兩條牌裡面的 那之後呢 就繼續做了 都是一些 比較普通的運算而已 中括弧 那是時候呢 要expand開這個東西 變成假份租了 4分之15 除 就變成了 成 負4 然後這個呢 有一點點東西可以約的 例如2和4就剩下2 5和25就剩下5 那經過一輪施殺之後呢 我們就會剩下2分之5了 中括弧山德 除 又是變成 9 over 25 這個沒有東西搞了 可以照抄 加 9 over 4 3大褲 然後這個 負負得正 我們變成1 然後就到這個了 首先呢 直接抄 直接抄 加 絕對值 保留在這裏 把次方 乘回 進去 負4分之1 這樣呢 然後 繼續做了 這個4和這個4沒有了 那我們就剩下 一個 負15 加 5 over 2 這些照抄的 乘以 9 over 25 加 9 over 4 又到後面這個好東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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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這麼好 我們又要 拉一個 把這個好東西折下去了 我們說過 如果在絕對值裏面 這個表達式 如果是負數的話 那我們 我們 就要 採取 首先一個負號 然後 一個 小撲戶 把裡面這個東西 整個 原封不動 放回去 負4分之1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 處理 這個絕對值裏面 是 負數的 expression的方法 然後我們有什麼 這個 負15 加 不要譬如說是2.5 那就是 15 減2.5 就是 12.5 了 計算這個負 那就是 負12.5 等於 中 潑湖 負12.5 也就是負25 除以2 中潑湖 然後照成 9 25 加9 4 加1 加 加 turnout 這個東西 負負得正 那就會變成 剩4分之1 又是到約的時間 25和25可以約的 變成 負9 over2 加 9 over4 那這條數 終於到了尾聲了 等於 還有 剩下一個 負9 over4 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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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4 有嗎 如果大家都像我一樣計算 一路跟下來 都沒有錯的話 那這條數的答案就是負1 了 那這條數的答案就是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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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就是遇到這些炒冷飯 不是炒冷飯的 大集會題目的人會怎樣做的 那來多一條這個大集會的題目 那經過上一條第九條的歷練之後 那這一條呢就會進得快一點點的 那首先我們看到這裡有三個分數連續 加或者減 那這個我們是不是事必一定要 將它通份 然後計算了一個分數出來 再進行處理呢 那其實不是的 由於我們看到這個 負36在前面 那我們其實是可以將它乘進去的 那一會兒下面我們就會採取這個approach 那然後 就開始做了 那這一條等於 那這個十一 之前說過將這個負36 乘進去 那這個負36 就直接乘以 九份之七 然後負36乘進去 我們有負負得正 那這個正呢 大家不要忘記一下 負負得正 然後繼續 有這個 三十六 三十六 乘以 十二 十二分之十一 負三十六 再減三十六 乘以 六分之一 那這個 那這個 中古的就 搞定了 除 到絕對值這一part了 有0.25 即是四分之一 除以 負一 over2的三次方式即是八 減 這個1除以0.05是什麼呢 1除以0.5 就是2 那 如果1除以0.05 就是20 這個就變成20 然後加1 over7 先關掉絕對值 那好吧 下一步呢 就開始 這個 Evaryway 裡面的 這個 11 為什麼我們要把這個36 乘下去呢 就是 因為 你剛才看到這個數 就發現 36 和這些東西 全部有得約 94 36 36除以12 就是3 36除以6 就是6 所以就會 變成了一些很漂亮的數 例如 4 7 就是28 符號 不要留下符號 前面是正好 這個是 加 3 乘11 例如 33 然後 減6 那 前面這一刻 就變成了一堆 小學生題目了 而後面 這個絕對值 的裡面這一塊 4分1 照寫在這裡 然後 隨意 負8分1 那 那 這個就是倒轉 乘以負8 然後 20 加1 就是21 21 7 那就是3 那 這個就是普通計算 那 絕對值在這裡 OK 我們 變了一條已經是很簡單的數 然後 然後 深水星的朋友 這個 還可以弱的 4 和8 弱了 剩下2 那加起來就是負2 好 開始計算這一塊 我個人看到這些 就喜歡 將它 在一起做的 例如 先計算正的 這個變成 11加33 就是44 然後 再加上負的這一堆 負28 減6 加上就是負34 然後呢 除以這塊是什麼 除以這塊 絕對值 負2 減3 就是負5 那又是絕對值以前那套老方法 這個靚靚仔仔的 變成10 除以我們看到絕對值的時候 要怎樣做呢 就是要把這塊 由於我知道這個負5是小過0 對嗎 就是要把這個負5 然後把這塊 圓風不動抄回去 那就是有這塊 那就是有這塊 最後一步 或者最後兩步 10 除以 這個負負得正 就會變成 5 10 除以5 那最後結果是什麼 就是2 2 這條很複雜的炒飯題目 最後就變成2